7天國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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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擠碰撞抗議7年想硬闖民進黨部 要求總統蔡英文別砍7天國定價 落實週休二日的這個政策 我相信這段時間 有很多的聲音 會繼續和勞勾朋友 還有青年朋友 不好意思 站在一起 綠營代表不斷重申 會積極推動週休二日 讓現場抗議7年直接回嗆 我們今天要問的不是週休二日 叫做砍7天假 請我們回應一個問題就好 為什麼要砍7天假 跟週休二日有什麼關係 所以現在就是不願意回答我們的問題嗎 抗議7年雨中上演行動劇 強調被砍的7天假 對他們來說有多珍貴 目前的情況來說 國定假日是可以讓你領兩倍的錢的 對我們這些打工族來說 當你遇到國定假日 你就會覺得說很開心 我只要做一樣的事情 就可以賺到兩倍的錢 你就算給我們超過半年 有4天的特求來說好了 各位啊 4跟7哪一個比較大 你看我們7天假之後 說還我們4天 這麼簡單的數學問題 你需要當到總統才知道嗎 不滿民進黨避重就輕 抗議青年們宣布 將在10月23號發動更大規模抗議行動 說什麼都要捍衛7天國定假 7天國定假 停啊 不要急啊 小心啊